原始点条理胎死腹中案例 4月19日第一次到推广中心 志工帮我按推的每个部位都很痛 按门后整个人很轻松 腰也不痛了 志工建议我每天喝50克干姜熬煮的浓姜汤 用红豆袋温敷持温热性食物 4月23日按推五天后 肚子仍然没有变化 志工说我的身体太寒 需要加强热能的补充 让我每天用姜粉泥搓揉小腹腰和臀部 姜粉灌长两次 每次7至8克 再用姜汤冲洗阴道 外加服用5克的姜粉 一天三次 4月30日 我再到医院检查 还是跟调理前一样 顿时失去信心 想直接手术算了 先生鼓励我再坚持一星期看看 5月1日 志工建议干姜片增加为100克 爬楼梯 拉筋运动两小时 开始有少量出血和短暂腹痛 发现眼睛出现的黄色变淡 脸色也光亮多了 5月2日 加强运动量 5月4日 晨运时 突然感觉 像来月金似的 排出一大血块 接着陆续出血 伴有血块 出现体力不支 被先生送往医院 到院一小时后 死胎便自行排除了 由于出血量多 医生给我打了子宫收缩针 还要开药给我吃 直到西药鼠寒凉被我拒绝了 观察了几个小时后就回家 之后的休养 依旧按照原始点的调理方式 喝姜汤 温敷 温热饮食 及适量运动 一星期左右 还有微量出血 停止出血后 就去医院复查 5月20日 确定死胎 已经完全排除干净 一切正常 死胎排除后的检查报告 经过原始点的调理 死胎已排静 腹痛 腰痛 眼睛黄 完全改善 脸色变佳 体力也提升了很多 现在可以爬楼梯70层左右 最高爬到100层 也不觉得累 从不信到坚信 虽经历一段煎熬的过程 但信而坚持下来 安然恢复健康 感恩原始点志工们 及先生的付出 感恩张医师